大家好,我是朱銀化 今天要為大家導讀的文章是 Peter Buse在2016年的時候出版的一本書的前言 這本書叫做《剩下的交給相機,保力來如何改變攝影》 英文是The camera does the rest, how Polaroid changed photography Polaroid這個字在中文通常會翻成兩個方式 一個是拍立得,拍立得指的就是拍下立即得到 那指的就是這種形態的相機,例如像富士的拍立得等等 而保力來呢指的是相機公司的名稱 例如像是Nikon或是Canon或是柯達等等 這本書的標題《The camera does the rest》有一個歷史緣故 那這是1947年的2月,當時保力來的創始人Edwin Lange 他首次展示這台相機的時候 隔天紐約時報的社論就寫下了 這句話暗示了當時已經有50年的柯達廣告口號 You press the button and we do the rest 你按下快門剩下的交給我們 那這個知名廣告呢是來自於1888年 柯達的業餘相機 相機會在裡面先裝設好 可以拍攝100張底片的一個膠卷 那使用者要用的時候只要拿著這相機 然後你只要進行拍攝 整台相機都曝光好 全部拍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整台相機 一起寄回給柯達的工廠 然後同時你會再得到另外一台 已經裝好底片的相機進行拍攝 那當時紐約時報在1947年 用這個口號 他其實就是把保力來的發明 跟柯達的快照連結在一起 一方面呢 他暗示的是 使用者只需要做的就是構圖和拍攝照片 其他的事情交給柯達來做 而 Camera does the rest 和We do the rest 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差別 因為We do the rest 指的就是柯達嘛 就是使用者需要做拍好照片 然後把整台相機交回去給柯達 你需要做整個交接的這個行為 可是Camera does the rest 指的就是保力來相機裡面 他自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這個工作 在這本書的前言呢 作者他就開中名義說到 就是他對於Polaroid這個相機的經驗 其實跟在北美1980 跟1970年代長大的小孩很像 就他們家也有一台Polaroid相機 那這台相機通常就是會在 特殊的場合的時候會出現 例如可能像是畢業典禮 或是生日的聚會等等的 所以每一張Polaroid本身 它都像是一個很特殊的事件 那他後來對這件事情 就開始有研究的興趣 其實是在2002年的一次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朋友突然拿出一台Polaroid相機 當他看到那台相機的時候 他很快就意識到說 這一台就是他青少年時期 家裡有的那台相機 可是他所想到的其實並不是懷舊 而是非常的驚訝 就是他們現在居然還在做這台相機嗎 這種相機現在還可以用嗎 那2002年那個時代背景呢 當時數位相機他已經開始進入消費市場 而在日本也開始出現了手機相機這樣子的形式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保利來在2008年的時候 宣告他們要停止販售跟製造這樣子的底片 所以在那個時段在很多的拍賣網站上面 例如像是eBay或是Amazon 像這樣子的底片的價格就是節節攀升 那這時候作者他是住在英國的Manchester那個地方 他就發現說在很多的店家都開始販賣了保利來相機 保利來的底片 還有那時候另外一個叫Impossible Project 就是他們試著要去重新復古的製造保利來可以使用的底片 那這些東西同時也會和其他類型的相機 例如說像Lomo的相機或是Hoga、Diana等等 或是富士相機等等放在一起 那作者就發現說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全新的一個潮流 那再往後就是在一兩年的時間 就大概是2010年的前後 那時候手機相機就是已經開始進入了市場 然後社群媒體也是大家開始就是很習慣使用的一個平台 這是在導讀的另外一本書裡面我會提到 就是在這現象裡面呢 很多人會在數位照片上面加入了各種的後製 這後製也都會用這種防製Polaroid的這種形態 所以說呢在數位相機普遍的這種狀況下 數位照片它取代了本來保利來的任務 也就是這種生產、流通、分享的即時性 那使用者開始很習慣就是這些快照其實是非物質化的 就像我們現在快照其實就像是看到各種影像等等的 照片作為物體就是實質的這一張照片 看起來反而有點像是卡式錄音帶一樣的復古的感覺 作者接下來講的是Polaroid公司 他們所出的最後一款相機叫做JoyCam 那JoyCam它這台相機其實跟大眾對於保利來相機的 這種印象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它不是正方形的它是長方形 然後它在正面有放Polaroid這樣的Logo 然後側邊有一個拉環 所以當你按下快門之後你需要自己用拉環的方式 就是把照片拉出來 那它有白框 可是它並不是像我們熟悉的那樣子正方形 然後下面的邊框比較寬的那樣子的形式 作者說到說這台相機的JoyCam 名稱裡面的Joy 跟當時的另外一台相機叫做iZone 其實他們有非常類似的一個行銷的策略 就是他們都是用看起來相對來說比較便宜的價格 然後很鮮豔的色彩 所要吸引的就是新少年和大學生 他們在那時候短暫的振興了保利來 就是那時候已經開始衰退的這種市場的銷售 那Joy他所談的就是快樂啊享受啊歡樂 那iZone那台相機的那個愛 指的就是有想像力的我的這個意思 JoyCam作為保利來的最後一款相機 它其實是對應在1948年到1972年 使用者在使用這種相機時候的體驗 因為使用者他需要身體的參與 他讓這台相機他不只是相機 而是某一種照片遊戲 所以這種照相機被定義成玩具 那或是有人也會把它稱為party camera 所以呢簡單說 從1948年到1972年之間的保利來相機 他其實都是需要使用者就是自己去取出底片 他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例如說他可能有標籤要拉出來 然後你需要去撕開 你需要打開相機等等的 這些都介於膠卷曝光和完成的照片之間 那一直是要到1972年的時候 保利來他就是發表了XX70這台相機 那這台相機就是大家對於保利來的那種很普遍的認知 也就是你按下快門之後他會 然後機械的這個聲音之後呢 會從前方彈出一張照片 那Edwin Lane把這樣子的相機形式稱為one step 就是一步式 那這樣的拍攝過程呢 那時候常會被稱為即時攝影 就instant photography 可是保利來的創辦人 他其實並不喜歡instant photography這樣的形態 因為他說就這樣的稱法有點像是說 飛機就像是會飛的汽車一樣 因為instant這個詞 他指的是瞬間的意思 那這其實是在相機工業裡面一直想要得到的 舉例來說像在19世紀 就是攝影術剛出現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快門不夠快 或者是說因為那時候的感光乳劑的那個化學反應 並沒有那麼快 很難達到instant這樣子的目的 Edwin Lane他比較喜歡用one step這樣的形態來稱 他指的是保利來他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他消除了什麼 也就是說保利來這個技術讓一張照片 從底片生成到最後的照片 他其實讓整個事情都真的完全是交給相機本身來處理 那在保利來攝影裡面呢 就是當一個膠捲曝光之後 他在那個膠捲和那個底片之間 他其實是會有一個藥水囊 那這藥水囊經過那個滾輪就是出來之後呢 就是藥水囊會被壓破 那這所有的那個化學的藥劑就會很均勻地散佈 在這底片上面 所以他就會慢慢地形成了顯影的這個過程 另外一個蠻有趣的地方是 Polaroid這個名稱呢 它其實是一個品牌名稱嘛 所以它的產品除了相機之外 其實也包括了太陽眼鏡和桌燈等等的 那這個字裡面的oid 它的意思有like像的意思 所以它指的是這種有點像是類似偏光的這樣子的物質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們會說有一整面牆都是Polaroid 或是一整盒都是Polaroid 可是我們卻不會說一整面都是Fuji 或是一整盒都是Kodak等等 因為對於Kodak來說 Kodak這個詞在當時的George Eastman 就是Kodak的創始人 他也強調Kodak它是一個形容詞 在當時廣告裡面 他會說Kodak as you go 就是邊走邊拍的意思 可是Kodak它卻沒有被用在我們大家 所用的這種日常語境裡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呢 作者他想要研究的就是 一台相機如果它可以完成剩下的工作 它可以立即製作這種很獨特的照片 而不需要使用暗訪 那這些功能它可能可以鼓勵 或是造成什麼樣的攝影時間 舉例來說 從Polaroid相機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很強調這樣的相機 怎麼樣在其他的專業領域上面 可以進行使用 那很常見的就是像在牙醫或是房地產 或是髮醫或是保險業等等 這樣子的用法 舉例來說 像1991年的電影《沈默羔羊》裡面 裡面有一幕就是他們從河裡 把那個屍體拉出來的時候 他用的就是保利來專業的 這種近拍的相機 那或者是說2000年的一部電影《記憶拼圖》裡 主角因為他有很短期的記憶喪失 他用保利來作為他的個人筆記 那他自己也是一個保險員 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保利來 他有這樣子的即時性 所以很多人會去試著要干預他 中間的這個化學變化 就例如說當底片曝光之後 他們可能就會把這個 就是還沒有整個顯影完成的 Polaroid把它放在烤箱裡面 或是放在冰箱裡 或是在過程裡面做任何的動作 像是在上面進行刮擦 或是用指紋壓印等等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藝術創作裡面 也會使用Polaroid這樣子的形式 例如我們可能常看到像 J.V. Hockney 他在80年代的時候 他曾經做了一系列的拼貼作品 或像Andy Warhol或Chunk Claus等等 那一個部分呢 則是保利來他這樣子的 One Step一步式的 這樣子的形成的方式 他有可能會被用來 公司本來沒有預設的一個用途 例如說在電影裡面可能會看到一些 像被用於拍攝色情照片的用途 或是說有一個事件是 1960年代 在南非其實是沒有保利來的子公司 可是透過當地的分銷商 這樣的相機型態就是進入了南非 那因為在那時候 南非的政權其實是實施種族隔離的這個政策 所以他們就使用保利來的相機 然後就是拍攝身份證 然後發行通行證等等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技術的發明者和製造商 他們面臨的就是這樣道德跟公共危機 那當然這件事情被揭發之後 他們在70年代就是終止了在南非的業務 那簡單來說呢 一台保利來他有時候會被認為是玩具 有時候會被認為它就是一個塑膠的相機 有時候會被認為它是一個很創新的技術 或者甚至是可能是奢華的象徵 那在保利來的攝影裡面 就像剛剛一開始強調的JoyCam 他其實有一個遊戲的這件事情在裡面 那Peter Bills就這篇文章的作者 他就有談到說 他引用了巴青的主張 認為說像這樣子對於業餘攝影 或是俗名攝影來說 最大的障礙是 當我們在談攝影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用藝術史裡面的一些觀點 來進行評價 舉例來說 當我們在談攝影跟記憶 或是哀悼或是創傷或是死亡的時候 可能就會用蘇珊聡塔 或是羅蘭巴特他們的理論來談 可是作者他也主張說 從這個時候我們也需要去思考 那些和記憶並沒有直接相關的攝影實踐 例如保利來他跟數位相機之間的連結 他的即時公布的這件事情 除了作為記憶跟紀念之外 他可能也是攝影的某一個主要的功能 那在這篇文章裡面呢 其實蠻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攝影裡面我們常常都會強調那個即時 就是你拍下來之後你可以看到這個成果 可是當今天我們在用數位相機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面臨了各種的即時狀態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在現在 其實像目視德、拍立德等等 他還是很多人在聚會啊遊戲的時候 會使用的一台相機 所以從這一篇文章裡面我們可以去想想 就攝影的這個即時性它代表的到底是什麼 那以上就是這篇文章的導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